这个周六补上班上课 金山区三合国小时特别要举办圣诞梅雨派对活动 要让孩子可以开心的到学校补上课 为了这个活动校园也进行了环境营造 到处都充满了圣诞灯饰好友欢乐起分 本周六补上班上课 为了要让学生在补上课的日子不会那么忧郁 金山区三合国小特别在周六当天举办圣诞梅雨派的活动 为了这个活动学校也进行环境营造 可以见到到处都充满圣诞灯饰 还有绿美化的简直隆伯也拿来校园布置再利用 现在整个校园都充满了圣诞节的温馨氛围 圣诞节快到了 那学校往年都有一个活动叫做圣诞英语派 那这个活动之前我们都会把学校布置得很漂亮 就是有装饰圣诞树啊圣诞灯 让小朋友感受这个圣诞节的气氛 那这个圣诞英语派的活动已经延续好几年了 主要就是要让小朋友 让他的英语能力能够提升 让他的国际的接轨的能力能够提升 为了周六的活动 从幼儿园到国小学童都加紧练习表演内容 以梅雨演出为主题 更不仅仅是只有晚会的演出 从白天开始就有梅雨相关的活动 还有闯关游戏就是要让孩子在游戏中 就是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家长爸爸妈妈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英语圣诞派 像今年我们在闯关任务当中 我们融入了更多的英文教育的闯关关卡 然后在晚会的活动 我们的扯林表演部分也上了灯光 灯光秀 让那个表演的效果更加的精彩 然后在晚会的大型活动部分 我们设计了一个亲师生共同玩的圣诞比比的活动 而最后期望孩子可以在我们三合国小 在三合国小的圣诞节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三合国小为了要营造圣诞感恩氛围 校园中除了登市 老师们还用心的布置了圣诞舞台 期待要透过校园的环境营造与改造 让孩子感受多元有别于平常教学环境 在轻松有趣的热闹气氛中 开心的学习美语 也要与世界来接轨 记者杜平函金生采访报道